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章润一位朋友透露 中共当局目前由四川的警方通知许章润的家人 禁称一直留在北京的许章润在四川成都嫖娼 所以被抓捕 近几年 许章润发表多篇文章及公开演讲 分析中国历史及现状 批评习近平抨击中共文革卷土重来 还提出立即停止对习的个人崇拜 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 据多家媒体原以许章润教授邻居 友人及同事及网络等消息证实 7月6日上午 十多辆车停在许章润家门口 二十多名警察进入后不久将许章润带走 许章润的朋友也联系不上许的保姆 保姆正式目睹许章润被警方带走 然而 该名朋友说保姆不断说自己很害怕 所透露的消息也前言不达后语 怀疑保姆可能已被警告 这名朋友向德国之声表示 不论保姆或邻居所说的 可以确认的是许先生确实已被抓走 当局告诉他太太许章润因为在四川成都嫖娼而被抓走 这纯属对许先生毫无下限的诬陷 美国之音报道 许章润6月底被中共当局软禁在家 上周末解禁 多位朋友7月4日才与他吃了顿饭 前六四学生领袖 名誉人士王丹在脸书说 许章润被捕 显示习近平已恐慌到草木皆兵的程度 到底是什么让他如此疯狂 这或许是解读中国局势的钥匙 针对中共的愈下罪名 现居美国的中国媒体人邓玉文发推怒斥说 许章润最近出了本书 被当局以嫖娼罪被抓 而且居然是在四川嫖的娼 真的太搞笑了 即使是要抓 堂堂正正以言论罪抓 赵高天下 就是不能反习 也算有种 足见当局的龌龊 今年57岁的许章润是中国大陆知名法学家 2005年被评为中国时代结束青年法学家 2018年7月 许章润发表题为《我们当下的恐惧》的席文 批评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 让中国向毛泽东时代倒退 在今年的文章中 他言辞指出 新冠病毒是中共官场上下一席封口 满报 推卸责任 又邀功勤赏造成的 眼睁睁错过防止窗口 许章润的朋友耿肖南对《纽约时报》表示 许章润曾说 他已做好的心理准备会被带走 更称他家前门上 一直挂着一个装有衣服和牙刷的袋 就是为这一天做准备的 据英国媒体报道 英国政府将结束 中国电信巨头华为 参与英国5G电话网络建设 这一政策转向将进一步恶化 伦敦与北京的紧张关系 如今在英国准备阻止华为的情况下 这将使加拿大成为五眼联盟中 唯一还没有将华为排除在 5G开发之外的成员国 据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报道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 对这家中国公司构成的窃听风险 进行了重新评估 英国官员证实 该报的报道是准确的 此前 英国情报机构下属的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表示 华为带来的安全风险可以得到安全管理和缓解 美国情报机构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上个月随着美国对华为实施的新限制 形势改变了 英国的网络安全主管们现在得出结论 这项制裁阻止华为使用基于任何美国知识产权的组件和半导体 这将意味着这家电信巨头将不得不使用不受信任的部件 从而增加安全风险 英国官员正在为拆除 已经安装在5G网络中的华为设备制定时间表 下一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汤姆·托根·哈特 对这些报道表示欢迎 他说政府改变主意是非常受欢迎的 有分析指出 这一计划中的政策逆转 是英国和北京之间 因中国政府出台港版国安法而引发的外交争端 该法允许中共安全机构逮捕香港的支持民主运动者 英国不顾北京的愤怒 宣布香港居民将被允许移去英国 另有消息称 法国5G不禁止但会限制使用华为 法国网络安全机构负责人波帕当地时间周日表示 法国在5G电信网络中不会全面禁用华为设备 但会劝阻法国电信公司不要用 在接受回声报采访时 波帕表示 我可以说不会全面禁止 但对于目前没有使用华为的运营商 我们会劝阻他们不要去使用华为 中国与印度两国再次于争议边境 拉达克地区发生冲突 虽然互有伤亡 却并未扩大矛盾规模 两大强权政府就此僵持至今 中共官媒中心社六日称 中共外交部长王一 五日晚间致电新德里 继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之后 与印度国安顾问多瓦尔通话 对于两国边界矛盾事务进行沟通 达成技术共识 路透社随后报道说 中方边境部队开始撤兵并拆除帐篷与攻势 没有消息报告 中国大张旗鼓报告为了和平而做出首先撤兵的姿态 稍早路透援引多位印度政府消息人士指出 中方周一开始从中印争议边界地区撤回军队 可以见到车辆撤出该区域 同时另外两个争议边界地区也有类似行动 但印度军方没有回应是否会有类似的撤退 针对中方撤军的举动 印度方面异常强硬 印度媒体六日援引政府高级别消息人士的话称 印度已决定不考虑加入任何中国主导的贸易协定 其中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简称RCEP 分析指出 虽然印度此前也曾以贸易不公平 伤害本国农业和工业等原因 对是否亲属RCEP持观望态度 但此次表态几乎相当于彻底关闭了 与RCEP各方重启对话的大门 此前印度始终担心原产地规则 服务贸易占比等诉求无法得到满足 而导致其对外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而此次中印边境对峙则给了印度退出RCEP的最好台阶 既满足了其国内对政府强硬反华的期待 又可借机谢续RCEP成员国呼吁该国重新加入谈判的压力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更新官网新冠疫情时间表 把最早的通报记录从中国主动通报病例 改为世卫驻中国办公室发现后通报 直接打脸不断坚称已确实向世卫通报疫情的中国 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气急败坏的辩称 中方在第一时间就向世卫做的通报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条文定义广泛解释混乱 甚至连港府本身也是说法不一 港府上周声明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 有港独颠覆国家政权等含义 并且有示威者因为藏有上述口号宣传物品并刑查逮捕 当地时间7月6日下午 中共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日前世卫组织更新应对新冠疫情时间线 美中医院中国工作组主席迈克尔·麦卡尔声明表示 世卫终于承认了真相 中共从未向世卫组织报告过疫情爆发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方是否曾向世卫组织主动报告过疫情爆发 对此赵立坚反复回应 中方在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做了通报 事实清清楚楚 赵立坚气急败坏地声称 一些美国政客歪曲事实编造谎言 目的是抹黑中共和世卫组织 世卫在上周的最新报告中 更新新冠疫情自爆发以来的时序表 指出世卫驻中国办公室人员在2019年12月31日 自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讯息中 发现当地有多起新冠病例 因此向世卫总部通报 随后 世卫在2020年1月1日2日两次要求 中共官方提供这些病例资讯 但中方直到3日才回应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 条文定义广泛解释混乱 甚至连港府本身也是说法不一 港府上周声明称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 有港独颠覆国家政权等含义 并且有示威者因为藏有上述口号 宣传物品被警察逮捕 但到了7月5日 及国安法实施第5天 执行新法主要衙门之一的 律政司司长郑若华 却在电视节目上指出 并非持有物品就要担心违反罪行 可能最终未必起诉 又称政府有其态度 但是法庭裁决士会全盘考虑所有证据 事实上郑若华在电视上的新说法 并没有对新法有太大的澄清作用 因为港府另一高干 郑务司司长张建宗 在同一天看出的网制上 继续维持他早前的讲法 他重申上述口号涉嫌违法 并且声称政府会全力支持警队严正执法 香港大律师黄宇义称 香港政府在政治上对口号有其看法 认为高呼口号的人有特定意思 但法庭判案时不需要 也不应接纳政府看法作为证供的一部分 他认为不同人喊口号会有不同意思 个人也会接受不同意思 如单纯因喊口号或挥动旗帜 就此控制煽动分裂国家 颠覆政权并不合理 有分析指出 一本足可知人终身入狱的国安法 竟然解释混乱如同儿戏 不但令港人无所适从 更暴露了中共欲侠之罪和患无辞的真正目的 华尔街日报六日报道称 中国作者在国际期刊发表的科研论文引发警觉 在中国大约50个城市的医院和医学院的研究人员 发表的121篇论文中 据调查每一篇论文都至少有一篇图像 与另一篇论文相同 这意味着许多论文可能出自同一家公司或论文工厂 该报道说 尽管这些报告是在4年时间内 由不同作者发表的 关注的是不同的研究主题 但其中许多报告都包含相同的细胞脊落图像 有些图像经过旋转或裁剪已显得不同 这些报告中的一些图片说明 也一字不差完全相同 这些显然造假的研究论文 照样通过六家国际期刊的同行评审程序 像是欧洲医药科学评论 就发表了121篇当中的113篇 借由Google Scroller搜寻 当中一份可疑研究报告 自2017年以来被其他研究人员引用50多次 另外三份报告被引用了20多次 意味着这些有问题的论文可能影响其他研究 分析指出 这样的论文工厂产品正在污染科学界研究工作 而目前发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欧洲医药科学评论已经表示 将联络遭受质疑的作者 并要求他们证明资料的原创性 据华尔街日报调查 位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的一所一科大学 提供42000美元奖金给刊登在 据最高影响力期刊的论文 这些激励机制使论文工厂有利可图 特别是通常没参与研究却需要发表论文的那些人 由此学术乱象丛生 近日名嘴崔永元杠上了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崔永元此前在视频中称胡锡进为胡叼盘 嘲讽胡锡进说话就像狗叼双向飞盘 一会这边一会那边都能叼回来 7月5日崔永元在YouTube又贴出一段视频 火力全开怒指向胡锡进 事件起因是针对山东前考生狗金 两次遭顶替上大学的事件 中共官方给出通报 有关于狗金被顶替事件的讨论仍在继续 目前的焦点已经转移到狗金本人通过夸大事实 以达到维权目的的方式是否妥当 胡锡进稍早前微博发表言论 声称狗金为了达到目标 而在舆论平台上公然编造虚假情节 这是一种不择手段的方式 他还质疑狗金是在自我炒作 像狗金这样的行为客观上 就是在污染互联网的道义空间 第二天崔永元贴出一段视频 博制胡锡进的观点 视频中崔永元直接称呼吸进为胡叼盘 并称调查组的结果你就能信啊 崔还点出以胡锡进为代表的一批公众号 各种洗地 各种吊盘 什么角度都能叼 说到激动处 崔永元更忍不住开骂 不媚良心挣这个钱 不怕生孩子缺连剑啊 此前胡锡进屡屡发表配合中共 优须拍马进风使舵的言论和观点 遭到了大陆网友和海外华人的鄙夷和嘲讽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